聊斋之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柳世子 娇州的柳西川是法若珍那时的财务管家 他四十多岁才生了个儿子 极为溺爱 总是放纵不管 唯恐服逆其意 儿子长大后奢侈放荡 败尽了家财 不久 儿子病了 柳西川养着一头很好的骡子 儿子说 这骡子长得很肥 肉好吃 杀了骡子 给我吃肉 我的病就能好 柳西川想杀一头劣等的骡子 儿子听了破口大骂 病情更加严重 柳西川心里害怕 便杀了上好的骡子 把肉端给儿子吃 儿子这才高兴起来 然而 儿子只尝了一块肉 就把肉扔掉 病还是不见好转 没多久就死了 柳西川哀伤叹息 痛不欲生 三四年后 几个村里人去泰山烧香 在山腰看见一个人骑着骡子走来 奇怪的是 形貌与柳西川的儿子十分相像 走近一看 真的是柳家儿子 儿子下了骡子 向大家拱手做衣 寒暄一番 村人都很惊骇 并不敢问原因 只是问 你在这里干什么 儿子回答说 也没什么事 不过到处走走 便问他们住的旅店主人的姓名 大家告诉了他 儿子拱手说 凑巧有点小事 没时间多聊 改日拜会 说着跨上骡子离去 大家回到旅店后 都认为他未必就会来 第二天早晨 他真的来了 把骡子拴在马棚的柱子上 走上前来笑着跟大家说话 大家说 你父亲天天都在苦苦思念你 你怎么不回去看看他呢 儿子惊讶地问 你们说的是谁 大家回答说的是刘夕川 儿子顿时变了脸色 半天才说 他既然想我 请你们回去传话 四月七日我在这里等他 说吧 告别离去 大家回村后 把情况告知刘夕川 刘夕川大哭一场 暗期前往 向店主说了原因 主人劝阻他说 上回我看公子神色不对 似乎未必会有好意 我觉得你最好别见他 刘夕川直流眼泪 不肯相信 主人说 不是我不让你见 神鬼无常 怕你造不测 如果一定要见 请你藏在柜子里 等他来了以后 先看看情况 没问题了 再见他 刘夕川一言而行 一会儿儿子果然来了 问 刘某人来了吗 主人回答说 没来 儿子满腔怒气地骂道 老畜生怎么不来 主人吃惊地说 你怎么骂你父亲 儿子回答说 他是我什么父亲 起初我与他是合伙经商的关系 谁知他不怀好心 吞了我的辛苦钱 还满不讲理 就是不还 我恨不得杀了他 哪里来的什么父亲 说完 走出屋门 说 便宜了他 柳西川在柜子里听得清清楚楚 吓出一身冷汗 连大气也不敢出 主人喊他 他才出来 狼狈而归